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有聽到會在每週四更新一些精品咖啡知識以及開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每個禮拜收到學長的推播囉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一樣是全台北市最大預約的咖啡店 我們歡迎我們竹里仁今晚 大家好 謝謝 那去年今晚還不小心就拿了一個烘焙 台灣烘焙賽的亞軍嘛 對不對 自由的好聽 很棒很棒超厲害的 豆子越來越厲害了 但是呢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了一下是一個 怎麼樣去解決各位夏天做冰咖啡的一個問題嗎 因為其實我也非常多的網友跟我講說 學長冰咖啡很難做 對不對 那今晚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你在Chair我們怎麼樣出冰咖啡 應該是想說如果在Chair就算我們點單品咖啡的話 我都還是會建議我們會使用艾瑞亞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說冰的手沖的單品不好喝 其實不會不好喝 它甜度會很高 甜質很高 可是有時候我們在做冰的時候 因為它不像熱的時候 它的風味層次轉變可以很多 因為它就只有在固定一個溫度 那通常在做冰的話 因為通常會下面冰塊 然後可能一部分的換上面的水 那通常它就會只萃取到前半部的部分 那它就會變成說很焦糖甜感沒有錯 可是那個焦糖甜感可能就會把一些風味給去掩蓋掉 掩飾掉 那我覺得用艾瑞亞它的好處是一般面它不用技巧 對就是你不用怕說我今天繞圈繞不好還是什麼 你只要算好你的時間跟你的分水比就好 那時間到了就把它壓出來 就這麼簡單 對那它為什麼會好喝 主要是因為我們多增加了一點點壓力 讓它喝起來有一點點類似像美式咖啡的感覺 然後讓風味的延展度可以變得更多 那你就會覺得說好例如說可能我今天隨便一支可能Esobia 它好像會比冰手沖要來的果酸調再更豐富一點點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沒有技巧 對你只要有比例就好 因為冰沖很吃很多網友的痛點 對 不是很好學 對 所以這個的話等一下會教大家 然後也幫大家簡單的解釋一下艾瑞亞 艾瑞亞的話它基本上它會有這所謂的1234 就1234號 其實它一開始被設計出來就是希望 讓大家可以在家裡可以煮一份 比較高濃度的咖啡 可是因為家沒有義式咖啡機 那等一下喝到一杯美式咖啡 所以它其實這1到4隻的就是 它其實最多可以做到4份 4人份的美式咖啡 但這麼小而已 對就這麼小而已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比例啊 就會用比較高濃度的 然後剩下都是用冰塊去拉開它 對所以很簡單 它的比例就是1比5 也就是說等一下會用20克的豆子 配100的熱水 就這樣子而已 前面一樣要做悶蒸 然後悶蒸完注水 然後接下來就是等它 然後到2分到2分半這之間 如果越淺焙的豆子可以到2分半 那越中焙的 中深焙的2分就夠了 對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實作給大家看 OK好這個簡單的冰手 從大家不要錯過 好那今晚來我們開始示範吧 然後再來做愛樂壓的時候 常常會有濾紙的問題 像我自己的習慣會用2張 對因為2張我自己去比較起來的時候 用1張跟2張它的 我覺得它的乾淨度有很明顯的落差 所以不妨可以試試看 對就是用2張 然後我一樣會先浸濾紙 因為愛樂壓比較多有一點浸泡環節 所以用2張的話整體乾淨度會比較接近手沖 如果是1張的話會有一點點濁濁的 略微濁濁的 所以乾淨度是有差的 OK豆子用20克 20克 然後粗細度的話可以比平常的手沖磨細一格就夠了 對 不用也不要太追求太細啦 對這個我也是跟很多網友強調 你不要覺得做冰咖啡就一定要摸到很細很細 通常很容易苦澀 稍微細一點就好 對 同一隻豆 情日 對同一隻豆子 好這雀的限定配方 對所以其實你等一下會喝喝看 其實它雖然它是情日 可是它冰的跟熱的 它其實喝起來的風味其實是還蠻大的不同 然後也是一樣 如果你今天拿到這隻豆子 你覺得它一開始聞起來有烘焙味 可以像這個樣子 就是稍微的去搖晃一下 搖晃一下 然後讓它有一些排氣的作用 那怎麼樣子去排氣讓它覺得說是好 就是聞聞看它的水果掉性出來了沒 對像水狼可以聞聞看 嗯 它是有水果掉性的 非常的鹹 對然後你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倒進來就好了 對然後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先 一樣會先給它做燜蒸 然後這個燜蒸的話大概就是 因為剛剛是20克的豆子 然後我們會用40克的水先進行燜蒸 40克的水 對然後燜蒸30秒 其實這邊繞不繞都可以 可是我自己會習慣繞 這是你的強迫症 對我自己習慣了 就改不了的習慣 對因為它粉塵其實是平的嘛 對對對所以其實繞不繞都 均勻給就好了 對均勻給就好了 然後你也不用說要多小心 對就是它跟技術沒有太大 太直接的關係 有吃水就好 對有吃水就好 然後等一下30秒過後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樣中間注水 對就一樣你要繞不繞隨便你 你想繞就繞不繞就不繞 對像我就一路這樣子給我也沒關係 那其實口也很喜歡幫我繞 對然後我們就補到100 100cc 對然後100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像這一支咖啡 它是比較偏向淺焙到淺重焙之間的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讓它浸泡到2分半 對然後你可以準備就是 攪拌棒就是不見得就一定要像這樣的攪拌棒 湯匙什麼 它只要可以深一點的去擾動它都可以 然後等一下我們大概會攪5到10圈 其實這個5到10圈怎麼樣定義呢 你想要再濃一點 就是再攪多一點 你想要淡一點其實就不用攪太多 因為我們其實最主要它是以浸泡為主要 對所以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沒有什麼太多所謂的技巧 沒有一定要這樣 沒有一定要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你在等待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準備一個杯子 對隨便一個杯子 只要是它可以扣上去的就好了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冰塊 對所以我們等一下不會再另外加水 就只有冰塊 對然後這個時候就是我們會 等待它的時間 所以你是2分半的時候才攪拌 對最後才攪拌 就是攪拌攪拌完的時候 基本上就可以 可以收了 對可以開始準備 例如說像我準備要2分半壓 那我可能2分的時候我就會先稍微攪拌 最後的時候 對然後因為我這個做法會跟有些人不太一樣 就是大多人他們會直接鎖起來壓 可是我這邊會有個小技巧就是 這個東西要慢慢來 輕輕的稍微的向下拉 對然後讓它呈現比較偏向平面 那這樣的用意跟好處是什麼 是等一下我們再去壓它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覺得太吃力 比較不會太有阻力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蓋上它的蓋子 然後倒扣它 然後稍微搖晃一下 然後其實就真的輕輕的不用很施力 你不用說要一下就壓下去 你就順著它慢慢壓 其實我是沒有很施力 就是你叫我單手壓都可以 對所以它其實這樣的好處就是 它中間它沒有太多的空氣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順 你不用說好像要壓得很用力 壓得很吃力啊不用 然後你不用壓得很快 就算它順著它慢慢的壓下去 然後你就會換來一杯濃度很高的咖啡 然後跟頂款 那個空氣如果你們沒有先把它推掉的話 你壓的時候會突然 空氣被擠掉會突然 力道會忽大忽小 比較不好壓 對所以其實像這樣的話它的均勻度也會很好 所以其實這樣子我就壓完 我也沒有到很用力 可能有壓到30幾秒 對對對就是慢慢壓 緩緩的壓 然後你這個時候會覺得它的量 比較少沒有關係 一樣就是快速的就是攪拌它 然後它一杯這樣子的冰咖啡它就好 對所以它沒有技巧 它很容易進到好球蛋 對它不用說像手沖 有時候我們要很注意前面的 例如說水流啊什麼的 它其實基本上它只要照這樣的粉水筆做 然後就可以了 對可以喝喝看 對這個這樣的設計本身其實蠻符合艾勒壓 當最原本的設計 對 對 確實 把那個晴日的調性還是有很正常的調出來 然後整個延展度 對 其實濃度可能比各位想像中的還要濃喔 可能比很多人都是冰手中還要濃 因為大家可能冰手中會有時候會有稀薄的問題 對 那如果用艾勒壓 因為整體時間其實你萃取時間也是到2分半 對 跟你的熱手中差不多 差不多 再多一點點 然後中間還要帶一點點攪拌 再把萃取率再補一點進去 那研磨度呢再細一點點 就把那個萃取率再補進去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今晚做了一些動作 比如說研磨度調細啊 然後有攪拌啊 還有時間也足夠的時間 那最後一個手壓力 對這幾個參數幫我們把那個 那個萃取率在拉高的同時呢 其實各位就可以想像齁 這邊加點這邊加點 最後呢 那個140CC就是精華啦 對 濃度精華 所以 你可以想像的是其實 你雖然給它100的水啊 可是因為粉會吸水 所以其實你真的壓出來的那個液體 差不多應該只會有60ml左右 所以其實它真的很像美式咖啡的一個概念 所以其實你在喝的時候 它甜度還是會像冰手中一樣 它甜感是很飽滿的 可是它水果調性會再更豐富一點點 然後會隨著 就是你也不用怕它溶冰 就是它溶冰 它就只是讓它味道在展開 你也不會覺得它水掉 對 所以是一個很適合 然後不用說 它硬要練很多技巧 就可以得到一杯 好喝好球帶的一杯冰咖啡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關於愛樂亞的部分呢 很感謝今晚 教大家一個這麼簡單 但是 確實很不錯的一個方案 OK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通知功能 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